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地海科室 今天我们要来上的课是这个概率 概率probability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聊的呢 就是这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么在开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之前呢 首先要先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状况 那么probability distribution呢 主要在高二交的话呢 是应付这一个STM的 应付STM的admaster 但是呢,在这一个同考里面 还是会有考这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我们叫概率分布 包括叫概率分布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同考还是有考的 然后但是高二学的话 主要还是应付STM 什么是高二学哦 只要应付了STM 然后到高三的时候 也可以应付同考 这样子罢了 那么我们就正式来开始说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学probability distribution的 第一个动作的话呢 就是学这一个东西啊 random variable 任意变量吧 那这个random variable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的话就是 它是在一个场景里面 一个实验或者说一个场景里面 那么在这个实验或场景里面呢 就有一个数字是在改变的 而这个数字我们就叫做random variable 那这个会改变的数字就叫做random variable 所以看这个定义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a random variable is a variable with numeric values that can be determined from a random phenomenon 这就是一个在一个任意会有任意出现的一个场景里面 那么会有一个数字的改变 那么这个数字的改变就叫做random variable 那好 这样子解释的话可能不是很明白 那么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就是第一个这个example a soccer match has only 3 possible results win draw or loss state the random variable for numbers of wins obtained if a soccer team play 3 matches in set rotation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那我现在有一个足球比赛 这足球比赛只有三种结果哈 就是赢了打平或者是输了 那现在呢 我要我这个足球比赛是一个足球队 他玩了三场比赛 那么要你呢 写出这个random variable of number of wins obtained 就是这个足球队赢到了多少场比赛 那么呢 这个random variable的一个书写呢 是需要以set notation来写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的回答就是很简单了 我们就第一步就要先有一个 random variable的一个文字 代表它哈 我们就let x let x 来表示这个random variable 好 那我们就说let x b 什么呢 number of wins obtained 对 对 那么这个就是x就是赢的一个数量 那么在这一边的话呢 那我这个x就是我的random variable 那这个x会等于什么呢 x就会等于一个set 那这个set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个足球队打了三场之后 我有可能赢多少场 那么可能赢多少场 当然就是有可能赢零场 有可能赢一场 有可能赢两场 有可能赢三场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的总共的一个结果哈 所以我的答案也就是这样子的回答就可以了 x等于0123 那么我们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例子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再更加详细的解释什么是random variable 那random variable 那么我再用一个例子来解释的话就是第二种场景 write out all possible outcomes in set notation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and determine whether the event is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or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 跟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那discrete random variable的意思是 discrete random variable的意思就是 这一个 这个random variable是分散的 是离散的 那就代表说它是可以数的 就好像刚才的那一个例子 这里0123a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可以数的 那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主要就是它是不能数啊 是靠量出来的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场景哈 6 perfects ar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student 形成化 那么x represents number of perfects who wear glasses 那我现在告诉你x是什么 那你要做的就是告诉我x等于什么就好了 所以x等于什么呢 就用公文化 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个 这个x代表的这个random variable 总共有什么可能 所以在这边我有六个学生吧 那六个学生的话 那我自然就是有可能几个学生大眼镜 有可能是零个学生大眼镜 有可能是一个学生大眼镜 有可能是一个学生大眼镜 两个三个一十类位 那就到六个为止 因为你共有六个学生 所以这样子算起来 哎我们有六个学生 所以我们就总共有六种啊 七种可能啊就是从零个学生开始 没有大眼镜 那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一定要小心一件事 很多学生会很容易忘记掉零啊 所以不要忘记掉零这个数字 好接下来 这边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Town A里面 最矮的这个建筑物 shortest building 是三米特 那最高的这个建筑物呢 是四百米特 那这个X呢 代表就是Town A的这个 这个建筑物的高度 所以我们这边就X等于咯 所以X等于什么呢 X自然就是等于我的这个建筑物的高度 所以我这边就是Hight of的这个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用X来表示 所以X是什么呢 X就是我的这个X X就是在三到四百之间 所以三小于等于四百 等于X 然后再小于等于四百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那因为我这个电脑打不是等于 所以我就得用B来补上去 所以这是小于等于四百 小于等于 这样子 好这个就是我的第一小机的答案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来聊一个 更加完整的 因为我们现在才在接触这个Random Parable 还没有到这个所谓的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么到底什么是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我们用一个这样子的例子来解释 所以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是说什么呢 这一题是说Ali一个人 Ali is playing a dice game 就是在玩这个骰子游戏 那么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就丢出了两颗公平的骰子 那丢三次 那两个公平的骰子丢三次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丢出来的骰子就记录起来 Numbers appear on each row recorded 我们把它记录起来 所以如果这个丢出来的两个骰子的总和 而是7的话 那么Ali就拿到1分 那如果这个丢出来的总和 丢出来的两个数字是一样的话 那么Ali就拿到2分 那除此以外呢 Ali就不会拿到任何的分数 那我现在 我Demove的就是我这个Ali 来表示我的分数 那么从这边来看的话呢 就是我的分数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什么 当然手间 他有可能他丢三次 三次什么都没有 那他就失了1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三次可能有一次拿1分 有一次拿2分 有一次拿3分 就是三分 就是每一次都拿1分 这样子以此类推的话 他最多最多就是三次里面都拿2分 那就是总共6分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呢 我直接用笔来回答会比较好 所以对于这一边 在这一边的话呢 我的回答自然就是 我要set我的这个 Value of x 是setDotation 那么我x的可能性 就基本上只有0 1 2 3 4 5 6 7种可能性 因为我可能三场都拿2分 三个raw都拿2分 或三个raw都拿0分 然后中间的任何数字 都是可以出现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RenderVariable的一个处理 那么接下来我要画一个树状图 来表示这些 所有的这个 那么这个树状图自然就是probability的事情 所以看大麻西小姐也叫你算probability 所以我们这个简单是拿的 所以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probability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probability是什么 第一个probability 是我丢出去的材质 我一共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 拿到的就是一样 ok same 就是拿1分 ok same拿1分 same 第二个是加起来等起 第三个是advice 那么啊 这样子分的话呢 我写等7等same 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最好是先let event ok 所以我还是先let event let 我们就把得到1分的叫做a 得到2分的叫做b 所以let a b event of overting one point 那one point是什么 total是7 ok total of two dice 等于7 那接下来就到b b的话就是total b是一样 event of same number f to that 最下来就到c c是什么event呢 c就是啊 不是a也不是b ok event that need a or b 或者或者啊 不是a也不是b 就是不是拿到7点 你的total 7 oh no ok same number 他既不是得到同样的数字 也不是得到7点 所以从这一边来看的话呢 那我这样子分下来 我就会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a 第二种是b 第三种这样的意思 所以在这一边我丢三次 也就是说每一次就会被拆成三种 a b c 那这个图就要好好画 所以啊 这样子的情形的话 我会倾向你往后画 就是 每一个都是三个嘛 然后又再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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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又再三个 这边又再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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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类为 那总共27种可能性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呢 呃 我们比较好画的一个情形是 我们从后往别画 所以最后面这一边呢就是 三种路 1 2 3 好 那么这就是a bc 然后再三种 1 2 3 a bc 再三种 1 2 3 3 bc bc 那这样子的一个abc abc abc呢 那总共起来就是第二种的一个tip ok 这里就是a bc 所以以此这个就作为一大组了 那这是2 我们就可以copy它 然后重复三次 再重复三次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完整的三次 ok 那三次了之后自然这个第三次就是在这里 一个大的 a bc 所以我们这样子总共三次就出来了 那现在注意哦 我a的话拿到7点 就是说我a是拿1分 b是拿2分的 c是拿0分的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 就是我这一条路走出来 a a a这一条路走出来 ok我得到的是什么 我得到的x是什么 这里的x等于什么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放一个x等于多少 所以这里x等于多少呢 这一排a a 各得1分 所以这里是3分 这一个呢 a b 这个就是1分1分b是2分的 所以这里总共4分 那这里就是a a c c是0分的呢 这个是2分 所以就这样子以此类推 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的这个分数值给算出来 好 a1分b2分 所以这里是5分 a1分b2分3分 c没有分 然后这个是两个a 所以这是2分 这个 a1分b2分3分 a1分c没有分 2分5分 所以以此类推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rent variable的这个数字给写出来 ok 大家可以理解吗 这样子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写出来 所以b a a 是211 所以总共4分 b a b 这个是212 所以总共5分 然后这个是3分 然后这个是b b a 是5分 b b b 就6分 最高分数就出点在这里 3个2分 b b c 那就是220 那就是4分 对 你这样子看可能是很复杂 但是因为它主要的是所有可能性 所以我们把所有可能性给列出来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ok 那c是0分的 所以我们这里只需要看后面两档 a1分1分 那就是2分 这是3分 这是1分 然后这里是3分 这个是4分 c没有分的 就是2分 那这就是1分2分3分 所以以此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3代根画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情形也写出来 那3代根其实需不需要包括probability呢 呃 全部没有说 所以你可以不需要 ok 因为它只要possible outcome of x 所以我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 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课也差不多讲完了 所以呢 就祝大家考试顺利学习愉快 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大家